听说你们想看我做大大卷棒棒糖 来吧 身上摘来的椰果子 拿个喝奶的吸管 把小尾巴拽掉 然后一下捅进去 紫就去掉了 然后倒进水缸里泡个澡 拿一瓢淀粉 用手搓洗干净 捞到盆子里 再去提捅干净的水 把山楂倒进去 多冲洗几遍 然后起锅点火 锅里加水 山楂倒进去 大火90分钟 煮至山楂烂烙烙出 然后拿来腰炸鸡 把山楂切碎 放到榨汁机里 接杯矿泉水 倒进去 盖上盖子 按动按钮 榨好到金碗里 起锅点火 山楂吃到锅里 加点冰糖 把山楂皮捞出来 煮至沸腾 然后加入吉利丁粉 烧子搅拌均匀 拿来模具 把煮好的山楂倒进去 铺平 然后等它风干变凉就可以了 两千年后 风干好的山楂均匀切开 然后给它卷成棒棒糖 最后再插个棍 最后再插个棍 我还做了一个大的 是不是你想要的山楂卷 然而 刚才的一切都是做梦 这个像猪肉婆一样的 才是我做的 吃在嘴里软的酸甜 山楂卷是失败了 但是这个也挺不错嘛